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7月20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二节 主题是主女的劝勉 现在先读经文 不可严责老年人 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 总要清清洁洁洁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劝字就等同于劝勉 那究竟劝勉老年人 劝勉那些少年人 劝勉那些老年的妇女或少年的妇女 究竟要劝勉他们的什么呢 没错了 根据上文我们就知道 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 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虎方妙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任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所以司徒保罗一定是提醒 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要自己好好追求敬虔 操练敬虔 也作他作传道的功夫 在教会众圣徒当中 劝勉每一个层面的弟兄姊妹 劝勉他们一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份敬虔 因耶稣基督敬虔的生命 已经恩信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会追求真实的道理 而弃绝虚方的道理 追求真正生命的敬虔 而不是形式上的敬虔 这里提醒我们 他说不要严责老年人 那就是说 当劝勉老年人的时候 司徒保罗提醒提摩太 如果我们要劝勉老年人 学习神的话语 千万不要嫌嫌苛宅 要留下一些尊严 看重老年人是长辈 要给他们尊严 所以不能嫌苛地去责骂他们 这里所说的就是劝他如同父亲 就是说这个老年人 跟你有种信仰的关系 亲切到一个地步 就好像你自己在家中 好好善待 看待自己的父亲一样 所以这里所说的劝勉 又要提醒大家 不要严责老年人 那劝勉少年人呢 就好像劝勉你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样 劝勉老年的妇女呢 就好像你家里的妈妈一样 那劝勉少年的妇女呢 就好像你家里的姐妹一样 但是司徒波来在这里加多了一句 他说总要清清洁洁的 不单止对着每一个大兄姐妹 劝勉的过程要清洁洁洁 特别是针对劝勉少年的妇女的时候 作为异性的 作为弟兄的 更加要清清洁洁 这个意思是 心里面存着纯洁 正直的动机 彼此在神的话语当中 互相的劝勉扶持 为要追求敬虔的生活 刚才说到 最吸引我心灵去注目去思想的 就是劝勉 劝这个字 不知道大兄姐妹 有没有试过 在神的托父底下 去学习用神的话语 劝勉大兄姐妹 如果有的话 我不知道 你在劝勉人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感受 如果你尝试过劝勉人 并且恒常去劝勉同一类的人 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如果被劝勉的 立即悔改 你是不是很开心呢 如果被劝勉的那个人 很久都不改 你是不是很伤心呢 有时候伤心 还要加上少少愤怒 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你的经验呢 当我们去劝勉大兄姐妹的时候 实在很需要其他神的话语 作为保守自己的心灵 免得失去了一个尾线的动机 去作劝勉一个这么宝贵的工作 我就想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道八节 圣经说 爱是恒久忍来 又有因此 爱是不执道 爱是不自夸 不疮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自息 读圣经告诉我 爱是永不自息 爱心是神所赐的 爱心是联络所有得行的 所以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 在众圣徒里面 效法 使徒保罗 也都效法提摩太 在神的家中 带着爱心 去圈免众圣徒 一同追求 操绘统 操练敬 当我今天 灵修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向天父有以下的祷告 天父说 感谢你 值今天的经文 使我知道作全道的 当照主的命令 在神的家 圈免众圣徒 恩着信 操练敬拳 得着神 在基督里 赐下的属灵益柱 圈免不同的圣徒 有多家小心的地方 如不可严责 要清清潔潔 看待每一位被圈免的圣徒 都像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 尊重和圣洁 其实众圣徒 也当像全道 在神的家里彼此圈免 唯要得着属灵的益柱 天父啊 我知道这一切 但经验告诉我 作圈免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往往在长期的圈免之下 仍不见喜悉时 心中经常作难 很容易发怒 所以 恳求天上的父 赐我爱心 信心 忍耐 得见你的怜悯 临到众圣徒 是一切被圈免的 心灵送醒 能按所听 而明白的真理 恩信 而尊心 恒心 恩勤地追求 这可贵 这可贵 永恒的生命 敬虎 敬虎 我诚心 我诚心地祷告 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今天灵俎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 愿主建立我们 信靠 带着爱心 在神家里面 彼此劝勉 追求 操练 敬虔的生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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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